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邀请 林冠英与张念群的辩论就在今天展开 无论如何 林冠英和魏家祥同时缺席 两人皆没有来到辩论现场 只有张念群按时赴约 就在辩论会展开的前一天 警方应不批准证导致辩论会突然受到腰斩 虽然已知道辩论会取消 但以张念群为首的一群行动党领袖 今天下午来到了辩论现场 除了少数马华成员外 现场并不见马华领袖 包括邀请人魏家祥 行动党支持者也在现场高举 写有做人不要太家家祥祥 何魏家祥 你是华教逃兵 只敢挑战 不敢应战 的横幅 嘲讽魏家祥 张念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调侃这一切都是魏家祥 在自导自演 演技足以拿下最佳编剧 最佳导演 最佳男演员 三大奖项 他说 自从魏家祥上月25日邀请他 或林冠英辩论以来 从未致函通知任何行动党领袖 就连辩论的形势 主持人也完全不知道 结果 他反而派自己的马载来乱场 完全没有封度 有失身份 这场辩论本来就不会发生的 魏家祥根本是自导自演的演戏网 张念群认为 警方拒绝发放通行证 是不合理的 因为李存孝 江河乌清团 今晚有一场辩论 为什么允许举办那场辩论 偏偏就不允许 这场滑轿辩论 他说 他是原教育部副部长 与魏家祥讨论 滑小课题是最合理 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是没关系 对于魏家祥 要什么行事的辩论 都没有问题 我随时都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 林冠英也同样缺席这场活动 现场陆续有一些民众围观 马华党员郑奥伯 在张念群出现后 将一份资料交给张念群 告知对方辩论已取消 并质疑张念群 仍出席是否是在炒作课题 和转移视线 我们的总会长 魏家祥和马华柔州联委会 以通知辩论不获批准 既然他张念群有胆来 那我也来 既然他喜欢抽水 我也一起来抽水 郑奥伯也要求 张念群将一份辩论挑战书 转交给行动党一司干达公主成 国会议员林吉祥 邀请对方针对假新闻课题 进行辩论 国盟宣传主任阿兹敏 也要向前首相纳吉 发出辩论挑战 纳吉昨日在脸书 调侃阿兹敏早前议论的印度 在线内衣公司 如今已成为印度其中 最大的一家公司 阿兹敏向挑战纳吉辩论 有关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er课题 他说 此辩论必须在柔佛州选的3月12日 投票日前举行 这里的课题 是有关在他纳吉执政时期 Felder被摧毁的问题 事实显示 当局正调查Felder购买海外房产的事 白皮书已证明 Felder肯殖民受到的背叛 太明显了 纳吉已不能拍胸口说 是巫统拯救Felder 因为在他的领导下 肯殖民的未来已被摧毁 他说 他必须揭露在纳吉领导下 Felder存在管理不善问题 同时要告知肯殖民 让国盟有机会维护Felder和他们的未来 巡集要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辩论时 阿兹敏说 任何方式都可以 要通过线上辩论也行 现在已是新常态 柔佛巫统属理主席拿督诺加兹兰相信 只要一个选区有越多候选人 国阵就会有更大的获胜机会 诺加兹兰在接受 Morley Mail采访时表示 国阵在每个选区里都有自己的铁票 反对党的选票则被2018年大选支出成立的新政党 瓜分了 因此 越多的政党来争夺我们的席位 对国阵来说就越好 尤其是在马来选区 因为希望联盟之前的希望情绪已经消退 研究表明 要赢得一个席位 国阵必须持有至少38%至40%的选票 从数据的角度来看 我们有信心达到这个数字 希望有三分之二的优势 除了多角战 诺加兹兰说 他预计 3月12日柔佛州选举 投票日当天的投票率会很低 他认为国阵有可能赢得柔佛州选举 而获胜因素 包括拥有忠实的支持者选民回流国阵 他说 柔佛州目前的情况 与去年的马六甲州选举类似 但柔佛州的席位是马六甲的两倍 在柔佛州 西蒙占下风 因为在选举期之前 仍有许多未解决的内部问题 国阵选举观察员伊山 Yashem Jellow说 在柔佛 一共42个议席 属于马来选区和混合区 其余14个议席 属于非乌易选区 伊山也是国政协州 宣传主任监国阵 和巫统的策略师 他说 柔佛将近半数的议席 陷入多角战 而这些议席都是西蒙成员党 在2018年大选赢下来的 容易受影响的议席 分别是成性党的九席 土团党的八席 及公正党的五席 至于行动党 他之前所赢下的十四席中 有四席应多角战而岌岌可危 他还说 反对党目前互相厮杀的情况 也对国阵有利 他说 来自东马的政党 明星党加入战委 无疑增加了西蒙的负担 国阵不想止急着西蒙的选票 被分散而取胜 我们想再来临周选 巩固自己的铁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